比的是很轻很轻呀 两个人轻轻的一提就提得动 个比较小一点 但是保存的相当的好 皮肤什么都是软的 这关节都可以动 陕西山村挖出唐僧墓 日军为了长生不老 竟将唐僧的遗骸大卸八块 当靠谷专家打开棺果后 怒至凶手禽手不如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天下午 家住陕西省护县紫阁域的养蜂人老赵 来到护山查看蜂香 可是走着走着就被绊了一下 老赵低头一看 发现土里有半截瓷器碎片 上面还有许多精美的花纹 老赵心想 这地下难不成埋着宝贝吗 紧接着他拿起锄头就挖了起来 结果真的挖出了许多瓷片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文物专家的耳中 他立刻开车赶到现场 看着这些瓷片陷入了沉思 自己在户县一带考古多年 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花纹的瓷片 专家带着疑问 对周边地区展开了走访调查 结果得知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从里的老人声称 紫格玉原本有一座古庙 里面葬着一位唐朝高僧 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玄奘法师 也是西游记里唐僧的原形 专家听到这里难以置信 因为紫格玉地处偏僻 这里压根就没有名声古迹 玄奘法师怎么可能葬在这里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 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了 虽然当年没有得到李世民的准许 可玄奘还是决定偷渡出关 耗时17年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佛教的起源地印度 取到了心心念念的经书 当玄奘功成圆满回到大唐时 举过上下对他推崇至极 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派出宰相出城迎接 为了奖励玄奘的功绩 李世民还特意建造了大雁塔 玄奘从此之后 在大雁塔下讲经一文弘扬佛法 还将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写成了一本大唐西域记 900多年后 吴长恩以此为蓝本 融合了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鬼怪 创作出了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公元644年2月62岁的玄奘法师圆记了 临终之前他特意交代弟子们 葬礼一切从简 哥就在他下葬那天 长安城方圆500里人山人海 上到皇室成员下着黎民百姓 全都自发组织起来为其送葬 生是好大前所未有 哥就是这样一个人人敬仰的玄奘法师 死后为什么会葬在小山村里呢 专家深入调查 竟然发现这一切和日军的残暴行径 脱不开关系 陕西山村挖住唐僧墓 日军为了长生不老 竟将唐僧的遗骸大卸八块 当靠谷专家打开光果后 怒至凶手禽手不如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根据史书记载 玄奘法师圆起之后 遗体起初被安葬在了白鹿园 站在大唐皇宫的最高处 就能看到这个地方 唐高宗李治非常敬仰玄奘法师 于是经常爬到高处盯着玄奘的目发呆 甚至看着看着就嚎啕大哭 一哭就是大半天 大臣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就劝说李治 再这么下去不但会耽误国事 还会损坏您的龙体 李治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可他实在忍不住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在大臣的建议下 李治决定将玄奘的墓迁走 最终迁到了帆川 就是如今的西安市长安区 李治还特意给玄奘修建了一座寺庙 名为星教寺 寺庙里有一座设立宝塔 传说塔下的地宫里 埋葬着玄奘的真身舍利 而帆川距离户县将近两百里 如果史书上写的是真的 那么玄奘的遗骸 怎么可能安葬在户县呢 则是有人提出 户县当地会不会真的有一座寺庙 里面安葬着另外一名唐代高僧 老百姓传来传去 就把他当成了玄奘法师了呢 专家听完摇了摇头 因为玄奘作为中国佛教历史上 最伟大的易经师之一 在唐代的名气和地位物与伦比 根本不可能有人冒充或者替代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当地村民声称 玄奘被葬在了这里呢 专家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 终于发现了一种看似合理的说法 资料里面详细记录了 唐朝末年爆发了一场动乱 甚至有人放火烧了新教寺 还企图挖出玄奘的遗骸 寺庙里的僧人见状 只能先一步将遗骸挖出来 然后秘密送往中南山的紫阁寺里 重新进行安葬 专家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 虽然护县确实处于中南山的范围之内 但他在护县待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紫阁寺 而且这份资料并不属于证实 可信程度并不高 可传说不会空穴来风 专家为了寻找所谓的紫阁寺 对护县进行了一次大考察 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此时紫阁玉山口上的一座古塔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莫非传说中的紫阁寺 就在古塔周围吗 当地村民声称 这座古塔建于唐朝时期 有遇持静德兼修 所以叫做静德塔 专家听到这里非常兴奋 如果这座塔真的是唐朝时期修建的 那么玄奘的遗骨 还真有可能埋葬在这里 可接下来的发现 就让专家再次陷入了迷茫 陕西山村挖出唐僧墓 日军为了长生不老 竟将唐僧的遗骸大卸八块 当靠谷专家打开棺果后 怒至凶手禽兽不如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专家对古塔进行调查后得知 早在1987年户县的文物部门 对古塔进行了维修 结果在第五层发现了一块石碑 根据上面的明文记载 这座古塔建造于宋代 也就是说 它和玄奘法师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专家仔细研究后不这么认为 因为古塔的上面两层和下面三层 无论用料还是做工 都明显不是同一个时期修建的 专家由此推测 石碑上之所以这么写 是因为古塔在宋朝时期经历过重修或者家高 而且古塔的整体造型就是典型的唐朝建筑风格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 这座古塔下面很有可能安葬着玄奘的真身舍利 可前提是找到资料中记载的紫阁寺 此时有村民声称 几年前这里爆发过一场大洪水 冲出了许多方砖和瓦砾 还有佛像身上的瓦当 除此之外寺庙遗址后面的山顶还有一块祖石岩 也是在唐代建造的 里面有许多古人活动留下来的痕迹 由此可见这里真的存在过一座寺庙 而且香火鼎盛人远兴旺 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紫阁寺 可玄奘作为一代高僧 为什么会被迁葬到这里 正史之中为什么没有任何记载呢 这就要从1942年2月日军的一次秘密行动说起了 他们来到南京的雨花台 既没有打枪也没有放炮 反而对着一座小山包挖了起来 这里是长干寺和大豹奔寺的遗址 本显然他们正在盗宝 结果挖出了许多佛门重宝 其中包括一尊精美的佛像和一口诗寒 诗寒之内还有铜寒 以及用来装遗骨的小盒子 根据诗寒上的名文可以确认 这些遗骸就是玄奘的鼎舍利 日军听说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 就将鼎鼓分成多份用以研究 结果事情败露后 日方颇于余问压力 将鼎鼓分别保存在南京、北京和日本 这三份鼎鼓舍利被一分再分 如今分布在台湾、印度、日本、成都等九个地方 被各地僧人鼎礼膜拜 而日军挖出的诗寒上面 还记录了一段曲折离奇的历史故事 唐朝末年、皇朝起义军大肆挖坟探 玄奘的舍利塔也没能幸免 一位名叫可证的僧人为了保护玄奘的遗骸 就将鼎鼓舍利带到了南京 其他僧人见状纷纷效仿 自发组织起来守护玄奘的真身舍利 专家由此推测 其中就有一部分人把玄奘法师的遗骸偷偷带了出来 迁藏到了户县紫阁宇一带 并且修建了一座紫阁寺 后来由于历史的动荡 紫阁寺彻底销声匿迹了 如今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古塔 静静的处立在这里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